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上次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名网友 特别要挣凶宅 这名网友说 尋找新竹凶宅 不管跳的、吊的、烧的都可以 只要便宜就好 要找给岳父岳母住的 这一篇文章出来 总共得到了好几千个赞 几百者留言 一千多个分享 就有网友说啊 好恐怖的女婿啊 或者是说 为什么不找给自己父母住呢 当然还是有人觉得 遗产一定很可观 不然就是欺负你很久了 这是不是开玩笑 不知道 其实啊 大多数人听到凶宅都会退避三社 毕竟凶宅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怪事 一个陌生人啊 在自己睡觉的房子中过世 怎么想都很奇怪 但如果是在电梯发生事故的话呢 你还敢搭电梯吗 今天我们就要来说 办公室的灵异电梯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工作早了很久 终于成功面试上一间公司 里面的同事人都很好 很亲切 也都蛮照顾我的 女同事比较多 我朋友啊都觉得很羡慕 我倒是还好 毕竟就是去上班嘛 这间公司有很多部门 部门跟部门间都在不同的办公室 缺点是很常加班 尤其是新人啊 更常责任之加班了 有时候我加班结束啊 都剩下没几个人 在上班一个星期左右 那一天是星期二 下班以后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走向电梯 同事小爱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说要一起走 我们就一起走进电梯 我顺手按下了一楼的按键 电梯门慢慢关上 开始从十楼往下运行 就在这个时候 小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焦急的说啊 对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一个传说啊 我疑惑的问 什么传说 小爱接着说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不要一个人进电梯哦 小爱话还没有说完啊 电梯里三楼按键 莫名其妙的亮了起来 小爱瞪大了眼睛 紧紧盯着那个亮起的按键 因为我们是从十楼下去的 电梯这时候正在六楼 小爱很快的按了四楼的按钮 电梯门一开 马上把我拉住冲了出去 跑到安全梯那边以后 她对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带你跑出来吗 我慌张的摇了摇头 小爱说 如果外面有人要上电梯 电梯里面的按键不会自己亮起来啊 里面按了 代表有人按按钮 可是你没按 我也没按 那是谁按的啊 我当下就觉得有点毛了哦 小爱接着说 其实刚才发生的事情啊 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故事了哦 很久以前 这栋大楼刚刚安装电梯的时候 有一个刚毕业的女员工 被困在电梯里面 但是因为她有气喘 一紧张啊 喘不过气就死掉了哦 从而以后啊 不管老板怎么做法事 总会出现诡异的事情 特别是像刚才那样哦 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 在电梯里面按下按键啊 所以如果一个人搭电梯 就会遇到这种事情 当下我吓到整个脸都白了哦 小爱看到我这样 微微笑对我说 像你这么优秀的毕业生 可不要因为这种灵异事件没命哦 突然 我们后面有脚步声出现 小爱跟我都吓得扭头看过去 原来是打扫阿姨慢慢走过来 手里还拿着扫把 结果打扫工具掉了 我下意识的想要帮阿姨拿一下 小爱拦住了我 对我说 别管他啦 这个阿姨啊 平常就怪怪的 不爱讲话 老是喜欢瞪人 难怪做这种悲贱的工作啊 我们走啦 接着小爱硬是把我拉走 其实听到这种话我觉得很不好 但是我一个新进来的员工 也不晓得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 当我们走的时候 我回头看扫地阿姨 他什么话都没说 就是狠狠的等着小爱 第二天下班 小爱不在 我又想起不能自己搭电梯的事情 就开始到处找人跟我一起搭电梯 后来隔壁办公室 我比较不熟的同事小溪 他跟我打招呼接着说 忙完了吗 那一起走吧 我当下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我们两个就一起走进电梯里 当电梯门慢慢关起来的时候 小溪突然问 高财胜 你是新来的吧 那我们公司的故事你一定不知道对不对 关于电梯的很恐怖哦 我谨慎的说 我迟到啊 是不是很久以前 有个女员工在电梯过世 从此以后大家都不能单独进电梯啊 小溪惊讶的说 你怎么知道的啊 昨天我跟小爱一起下班 她跟我说的啊 小溪突然睁大眼睛惊讶的说 什么 你说小爱 小溪的反应看起来很吓人 眼睛瞪得很大 就在这个时候 三楼的按键又莫名其妙的亮了起来 小溪很迅速的按了四楼的按键 接着一样带着我跑了出去 也许是因为昨天经历过 所以我也没有那么怕了 还勉强开了个玩笑说 哎呀在这边上班还真难啊 要照顾客户还要照顾阿飘哦 我说完以后 小溪的脸色一样没有比较好 她忽然说 你可能要去庙里走一下了啊 当初困在电梯里面的人就叫做小爱哦 她不只是会出现在电梯 偶尔啊还会出现在厕所 你可能是遇到她了哦 我当下傻住大概三秒钟 小溪说了一句 我们走吧 这时候我边走边说 现在我要怎么办啊 小溪无奈的摇摇头说 你好之为之吧 因为电梯也不敢搭了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 打扫阿姨出现了 小溪翻了她白眼一下 接着说 这大妈又来了 该少的地方不少 不该少的地方一直来 可悲的社会底层 每天在那边看看 不知道看个屁啊 说完小溪就走了 我就有点尴尬的对阿姨点了个头 但阿姨一样什么都没有说 就只是冷冷的瞪着小溪 第三天 我这一天的工作啊 真的太多加班到很晚 眼看着身边的同事越来越少 我越来越着急 想要找人陪我一起下班 全部做完以后 很幸运的 刚好也有人要下班 她的名字叫做小方 碰巧她也约我一起下班 于是我们一起走进电梯 电梯门刚刚关上 小方就问 应该有人跟你说过公司的怪事了吧 不然你也不会到处找人陪你下班啊 我点了点头 小方接着说 不过啊 就算有人跟你说了 应该也不是全部的事情 我在这边坐蛮久的 我跟你说 那个事情真的很诡异哦 小方还没开始讲 三楼的案件又亮了起来 小方冷静的按了究竟的楼层 拉着我离开了电梯 往安全梯走 小方继续说 你看吧 这电梯真的很怪哦 自从那个女员工过世以后 这边的灵异事件啊 就没有停下来过 老板请人做过法事 可是根本就没有用 其实哦 没人看过那个鬼魂的真面目 但是公司确实有人死掉过 这时候我们走进去安全梯里面 往下走的时候 我好奇的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小方这时候说 那个过世的女员工 叫做小爱 被困在电梯里面很久 后来因为气喘 导致窒息 当时发现的时候啊 样子很惨 身上都发紫哦 更重要的是 救援的人员啊 看到尸体 本来是闭着眼睛的 但拖出来的时候啊 眼睛突然睁开了 全部人吓到不行 我听到这边 就觉得很恐怖 加上安全梯的回音 让我觉得更毛了 小方继续说 其实啊 最恐怖的还在后面 从那以后啊 电梯里面总是发生 各种奇怪的事情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幕 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 在电梯里面 按了楼层的按键 更重要的是啊 三年前有一个 新来的女生 不信这个传说 加班到半夜 然后自己进了电梯 之后啊 她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掉监视器的时候 才有人说 电梯卡在三楼 她开门出去之后啊 就失踪了 那个楼层 就是小爱 当时死的那个楼层哦 当下我听完 我就问 该不会失踪的女生 叫做小溪吧 小方眼睛忽然睁大 看着我啊 然后连忙点了好几下头 当下我的心跳 瞬间加快哦 昨天小溪不是 还跟我一起搭电梯吗 原来我这几天 遇到的全都是鬼啊 这时候的我 身体开始 不由自主的站斗 我们抵达一楼以后 我正要开安全梯的门 发现后面 没有脚步伸了 这时候我转头看了一下小方 发现她披头扇发低着头 站在避难指示灯前面 避难指示灯的颜色 把她的脸造成了绿色 小方这时候说 其实当年跟小溪一起搭电梯的 就是我 我们死的好惨啊 我呆了一下 接着尖叫的逃离了现场 背后的小方发出了可怕的大笑 在大厅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打扫阿姨 站在那边看着我 那一天我过得很不好 搭家里的电梯我怕到不行 洗澡我也怕 上厕所我也怕 睡觉我也怕 因为公司做休二日 我整个天人交战 到底礼拜一要不要去上班 到最后我还是趁着周末 去庙里走一走 还求了几个护身符 挂在胸前前往上班 礼拜一我抵达公司 因为路上塞车啊 我迟到了一下 刚到十楼打扫阿姨挥挥手 要我过去 阿姨什么都没有说 把我带到员工休息室旁边的工具间 我当下心想 不是吧 虽然常常听到有人说 阿姨好 阿姨庙 阿姨皮夹都是钱 但是我也没有想要走这条路啊 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阿姨看到以后马上阻止我接电话 我马上先按了静音 就听到隔壁是主任的声音 主任在隔壁休息室讲话 电话这时候挂掉了 主任说 哎呀 果然被你们说中了 还真的又不来上班了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 唉 说完以后啊 就听到关门的声音 接着急急扎扎的 听到几个女人在讲话 她们笑得很夸张 仔细一听才知道 原来是小爱 小西跟小芳 这时候听到小爱说 先别高兴太早啊 她说不定只是今天被吓到不敢来 说不定明天就来咯 后来小西又说 我觉得是不敢来了啦 之前那几个还不是这样不敢来 而且我们公司的电梯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就一直坏掉啊 尤其是三楼那个按钮 没事就亮一下 刚好帮我们制造效果啊 后来小芳接着说 老天爷爷在帮我们啦 莫名其妙啊 鸟公司忽然说要裁员 偏偏我们三个太常混了 年纪又最大 相言之道我们第一个被裁 请新人还要我们带新人 还不把他给弄死 这一次也绝对没问题的 毕竟你们两个礼拜五还特地请假 一说到这里小艾就更生气了 没错啊 把他吓跑是应该的 不然要让他们取代我们的位置哦 学历高又怎么样 不就跟当年那个人一样而已 接着他们三个又陷入了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边笑着边走出了休息室 当下其实我超级错愕啊 我觉得我又没有怎么样 干嘛这样子耍我啊 他们三个年纪都能当我妈的人 还这样子整我莫名其妙嘛 这时候阿姨要我冷静 然后先去上班 跟我说啊 中午休息时间到三楼去找他 我点了点头说好 当我一进去办公室 跟我同部门的小艾看了我一下 接着翻了个白眼 然后就拿出手机 我猜应该是在跟他们群组的人说 我来上班啦 我过去以后先跟主任说抱歉 塞车所以迟到了 主任没有怪我 我猜可能也因为走了很多人 所以我没有离职 他就很高兴了 后来我就去忙我的事情 其实啊 这件事情当然有影响到我的心情 不过我一直告诉自己 我不应该拿他们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所以反而更加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 我马上过去三楼找打扫阿姨 一打开电梯门 阿姨就站在电梯门口 接着阿姨要我跟她过去 我们走到三楼电梯后面的茶水间 阿姨把茶水间旁边的一个柜子打开 打开以后我看到 上面有三张符咒 旁边还有一只令旗 我当下有一点不明白这是什么 阿姨这时候才告诉我 这办公大楼的恐怖事件 原来啊 那三个女人说的恐怖传说是真的 好几年前确实有一位员工 因为电梯卡住导致气喘而过失 结果那天是星期五晚上 还碰巧遇到廉价 她又是最后一个下班 那时候电梯没有通风 所以她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惨了 从那之后公司就不断的出现灵异事件 因为那电梯都是臭味 老板换了电梯也没有用 最后花了很多钱做法事 找了一位大师弄了三张符咒一把令旗在这一边 才镇压住这一个恶灵法师说 如果没有这一个 她会想要抓交替 因为她太怨恨了 为什么怨恨不是因为加班 而是因为这女员工学历很高 被办公室同事集体欺负 事情都丢给她做 害她每天都一直加班 也知道女员工胆子很小 同事们就利用这一点 趁她半夜加班的时候吓她 女员工被吓到跑进电梯 疯了一样一直哭一直喊 在电梯里面疯狂的大叫挣扎跳跃 当年的电梯不像现在的电梯 很容易触发保护系统 尤其是有人跳的时候 怕钢索会有问题 于是会直接卡死 这才导致女员工困在电梯里面 后面因为气喘而窒息 我听完以后就觉得 这个女员工的经历和我也太像了吧 我也是被欺负 不就还好我不是在电梯里面被卡死 小爱 小溪 小芳这三个人 就好像当年欺负人的员工一样可恶 后来听完以后 阿姨告诉我 要我不要多想 好好上班 恶人一定会有恶报的 我点点头说好 后来又继续工作了几天 终于又要放假了 这一次是四天的连续假期 超爽的 要下班的时候 我看到小爱还在工作 以前的我一定会问要不要帮忙 这次我连鸟都懒得尿她 马上转头下班 这次当然是一个人 谁还信什么不能一个人搭电梯的事情 在我搭电梯的时候 三楼的案件又亮了 就在抵达三楼的时候 电梯震了一下 门开了 我们办公室整层都是老板盖的 但是有用到的地方 只有第七到第十一层 其他地方好像都是仓库 三楼也不例外 门口摆着很多杂物 后来电梯慢慢关起来 往下到了一楼 当下我确实也很怕 但我还是告诉自己 我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电梯一定只是故障而已 这样子的心态 后来我就开心的过完这个廉价 廉价结束上班的时候 公司门外聚集好几台车 大厅那边好多人 而且还有一股很臭很臭的臭味跑出来 大家围着电梯 警察也在 医护人员也在 这时候大厅外面有个人喊我 我转头看是阿姨 但是阿姨没有穿制服 我过去说 阿姨啊 他们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多人 阿姨这时候才告诉我 小爱 小西 跟小芳 死掉了 我很惊讶的说 怎么会啊 阿姨才说 她那天看到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礼拜五晚上 小爱 小西 小芳 他们三个 因为一起弄同一个案子 又特别混 公司特别要求他们做完才能走 于是他们忙到了半夜 直到全部做完 他们就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电梯 三个人一开始都没有说话 靠在电梯里面累到不行 突然间 三楼的按键自动亮了起来 小爱笑着说 电梯又故障了啊 最近电梯总是这样 但是小芳这时候说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问过别人 他们都没有遇到电梯故障的情况 也没有电梯突然亮起来的状况 小西这时候说 没这么邪门吧 刚好几次故障都被我们遇到 这时候小爱马上按了四楼的按钮 但是除了三楼的按钮之外 其他按钮竟然全部失灵 电梯门没有打开 就是一直缓缓的往下走恐惧的气氛 瞬间笼罩了整个电梯 电梯的灯也闪了几下 三个人尖叫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电梯停住了 恰好是三楼 伴随着一股寒气扑来 电梯的门打开了 门外一片漆黑 三个人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小芳想要出去 但是又不敢踏进去那片黑暗之中 忽然间小爱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对着前方一直磕头 小芝跟小芳同时也都跪下来 他们一直说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被错了 放过我们吧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三个同时抬头 看到一个全身黑漆漆的东西 低着一体像蜘蛛一样 浮在电梯上面 歪着头 对着他们猙獰的笑着 阿姨说完以后 我就问阿姨 阿姨 你怎么知道的啊 你会通灵哦 阿姨这时候 从包包 拿出三张符咒 跟一只令旗告诉我 要我一定要摆回去三楼茶水间 接着阿姨说 是我女儿 托梦让我知道的 我终于帮她复仇了 说完以后 阿姨就走了 公司里面八卦传得很快 之前的物业公司 也因为一些事情被调走 事后听新的保全说 有警察要掉件事器 因为他们觉得很奇怪 一个人心脏麻痹 另外两个是窒息而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看了监视器才发现 小爱 小芳 小西抬头看以后 小爱忽然低下头 过没有多久 忽然一直掐着小西的脖子 小芳在旁边一直拉着 但是拉不动 直到小西断气 接着小爱转头又掐了小芳 后来他们都窒息了 小爱才慢慢站起身来 然后一直垫脚尖 整个人好像扭曲一样 瞬间又往后倒 接着电梯门关起来 碰到小爱的头就又打开了 旧的保全公司被质问 为什么没有通报 没有巡逻 旧的保全公司说 有巡逻啊 真的有巡逻啊 每一层都看了啊 后来警察一样掉件事器 这才发现 这几天保全确实有巡逻 但是巡到电梯的时候 就是站在一楼 然后一站就站了快一个小时 好像中邪一样 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这也有人说 应该啊 就是被鬼遮掩了 事后老板很生气啊 一方面联系律师 处理保全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又找了法师来处理 法师一来就直接冲去茶水间 这一看就说啊 有人动过这个符咒啊 巧的是啊 那天的监视器画面 竟然坏掉看不到 没有看到我放符咒还有令妻回去 事后老板要求所有档案删除 也不要再提起这个事情 小爱小西小芳 他们也许到时都不知道 真正害死他们的不是女鬼 而是他们一直侮辱的打扫阿姨 也就是女鬼的妈妈 或者说啊 真正害死他们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嫉妒心 还有欲望 故事结束 今天的故事说完咯 我最喜欢这种会反转的故事啦 自己听完都觉得特别过瘾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推荐给你最重要的亲朋好友 但这这故事啊 最可怕的我想就是 这公司加班没有加班费啊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